哈囉,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我們已經邁入網路行銷懶人包的第14集囉 我們快要結束了 第14集我們講到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成交 那之前從第一步驟流量 流量來複習一下 流量一堆流量進來之後 我們要開始做名單收集 就是要把那些比較有效的 有興趣的人把它收集下來 把它篩選出來 就像一個漏斗的形狀 把它篩選出來 之後有的人會購買 有的人不會當下購買 所以你必須做跟進的動作 所以在必須在跟進的動作裡面 又會篩選掉一些人 他們不希望被你跟進 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可能退訂你的電子報 可能封鎖你的LINE 8 不再收你的訊息 因為他對你的訊息沒有興趣 他就退訂了 所以一層一層篩選下來 到最後一個成交的流程 所以成交可能是在第一次他跟你購買 但是這個機率很低 你引入流量 廣告引入流量 或者是從SEO進來的非廣告 進來的流量 或YouTube進來的流量 這些免費流量 或付費流量 通通算流量 進來之後 他當下沒有購買的之後 追蹤之後呢 跟進之後 最後成交購買了 這個成交的步驟 他有一個訣竅 就是要怎麼去吸引他們 看完你的銷售業之後 就覺得 嗯 我這時候應該趕快採取行動 趕快購買 所以這個成交頁面呢 是一個 集合了很多技巧在裡面 譬如說你可以用 倒數計時器 來增加他們想要消費的 刺激他們的慾望 或者是呢 你有一些比較 把你的產品跟其他產品做比較 還有現實的優惠 讓他們想要當下就趕快成交 搜尋一下 你到Google去搜尋一下 這個Sales page 這個Sales page 就可以找到很多 國外的很多 銷售頁面 那台灣呢 有很多人 目前呢 的銷售頁面呢 也跟這個Sales page 都長得很像 那這是因為 國外在測試 他們的銷售頁面的時候 所測試出來的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 呃 賣的好 產品賣的好的這個銷售頁面 長得都有 一個比較一致性的頁面 長得都很類似 那大概有這幾種 你大概可以看一下 Sales page出來 你搜尋圖片的時候 會看到 譬如說像這個 我們把它點開看一下 像這個呢 它是一段影片 然後底下就 Click here to add to cart 有沒有 點擊這個按鈕 加入購物車 或者是像 這樣子的銷售頁面 把它放大一點好了 像這樣子的銷售頁面 就是 比較屬於長一點的文案 從上面看下來有沒有 你看它這邊 上面這個都是 描述 文案的描述 然後下面這個是產品的照片 如果你常關心網路行銷資訊的話 裡面看到有很多老師 他們也會做類似這樣子的頁面 在做銷售 還有很多產品也是做這樣子做銷售 底下這個就是刷卡連結有沒有 這張比較小 像這個左邊有影片 然後右邊有說明 還有那個按鈕 還有buy now 最下面有個buy now購買的 像這樣子都是屬於銷售頁的一種 有的像這樣子有沒有 看起來都 這個是銷售頁的樣板 你看這邊有個寫 Your Logo 有沒有 如果你去買這個銷售頁的樣板的話 就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讓你去更換 或者是 像它這邊有寫 Aptimized Place Template 這個其實是Wordplace的一個外掛軟體 那它就可以讓你快速的做這種銷售頁面 然後把這個文字改成你的 那當然我們講的那個web裡的課程 這些元件你都可以自己做啦 拉影片進來 或插入圖片 寫文字 像這個是 這邊就是左邊可以插一段影片 然後右邊可以寫你的文字 這邊是按鈕 那這個我們都把它稱為銷售頁面 甚至國外的 其實你去觀察Sales Page 就可以看出來他們的設計風格 如果你覺得說 你自己用我們教的這個web裡 不知道銷售頁面怎麼做比較漂亮的話 你就可以去搜尋Sales Page 然後可以模仿他們 這個格式 這個排版的方式 排版方式看起來都還蠻大方的 你可以去模仿 他們這樣子的排版方式 其實都很簡單俐落 銷售頁其實就是讓他簡單俐落 然後要說明的清楚 還有你是不是有特價方案 或是在什麼時間之內 我們購買的時候 可以加送什麼樣的贈品 這個都是在銷售頁面裡面要去描述的 像在成交頁面裡面 剛剛講的那個就是單一的銷售頁面 當然這個銷售頁面 你有可能是在第一次流量進來的時候 你就把它倒去銷售頁面 有可能 或者是先進名單頁之後 跟進之後在成交的步驟裡面 才給他們看這個銷售頁面 這個是要看你的產品單價高不高 如果產品單價好幾萬塊的話 一開始就給銷售頁面不太恰當 因為他們還不認識你 所以你在沒有收集他的名單之前 你就開始賣東西 這樣失敗率太高了 他們連名單你都還沒收集到 他們就走掉了 所以這樣子不妥當 等於說你就浪費掉跟進他們的機會 浪費掉他們跟你建立信任關係的機會 這樣不好 單一銷售頁裡面還有分為 技術器跟線上刷卡的步驟 技術器你可以在網路上看到 一些銷售頁面 他們都有技術器 這個倒數計時器 會讓人家感覺一股衝動 時間快要到了 好想趕快買 所以這個是有他一定的效果 通常在時間快要到的那一天 銷售量都會明顯的上升 這是我們實驗的結果 是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線上刷卡 如果在台灣的話 我們會建議第三方的支付系統 像這個致富寶 歐富寶 或者是紅洋金流這三強 那我目前自己都是使用致富寶 已經使用了快兩年了 這個我們在課程裡面有講到 那之後還有一家叫做致富寶的 這個致富寶會有一個新的公司 叫做致富通 好 那致富寶跟致富通有什麼不一樣呢 新公司這個致富通會取代原來的致富寶 就是代收代付的意思 就是你的致富寶目前就是在網路上 像這個是倒數計時器 目前已經截止所以沒有在跑 然後這一個是致富寶 像這樣他可以讓你刷卡一次付清 或者是刷卡分期 好在刷卡分期的狀況下 這個是致富寶的刷卡頁面 這邊有個登錄註冊 在致富寶目前的使用方式 你不用登錄 客戶不用登錄致富寶 不用註冊致富寶 就可以選擇分期付款 或一次付清的刷卡方式 但是在2017年的2月之後 會改成這個功能 會改成由致富通來取代 由致富通這家公司來取代 那差別在於什麼 之後的致富寶一定要登錄 這邊一定要登錄 一定要註冊成致富寶會員 一定要登錄才能夠使用致富寶 最大目的就是 你知道大陸的致富寶嗎 大陸的致富寶就是 每一個人都是致富寶的會員 然後他們在裡面都可以有自動 自由轉帳 其實轉的就是電子幣啦 那致富寶之後 也會跟大陸的致富寶很像 會變成你沒有登錄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互相轉換電子幣 互相轉帳不行 那這些電子幣 當然可以去提領出來 到你的真實銀行去 所以之後 如果你不希望客戶 一定要登錄才能夠成交的話 你就必須要用致富通 瞭解這個關係嗎 因為一個完全不認識你的訪客 你就在付款的當下 你要他去註冊這個致富寶 他會覺得很麻煩 然後有可能就離開不刷卡了 不購買了 所以從2017年開始 我的系統也會轉換成致富通 就是讓人家不需要註冊致富通的狀況下 也能夠購買 也能夠線上刷卡 那之後的致富寶 就是一定要登錄 當然如果致富寶的會員越多的話 將來就會跟大陸的致富寶一樣 越來越方便 可能你只要拿手機出去 然後逼一下刷個QR Code 就成交了 那就大家都是致富寶的會員的狀態下 就可以這樣子 以上這14集主要就是 很簡單的概略的粗略的講 就是從流量開始 然後收集名單 然後再繼續跟進這些名單 最後才到這個成交的流程 那雖然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像很多 但事實上你只要記得 這就是一個流程一個步驟 那成交之後 其實後續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比如說你希望成交之後 能不能繼續購買 客戶能不能繼續購買你的其他產品 畢竟有很多 有很多人你創業之後的產品不只一樣 那你能不能讓他繼續購買 能不能讓他繼續幫你轉介紹客戶給你 那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做好什麼 必須要做好售後服務 售後服務如果做得好的話 客戶才幫你轉介紹 然後客戶服務如果能夠做得好 他才有信心跟你繼續購買你的其他商品 所以這個成交之後要做的事情 其實還有很多 成交只是個開始 但是你這四個步驟一定要把它牢牢的記住 然後把它應用出來 那我們的網路行銷流程就會非常非常的簡單 只要掌握好這個流程的話 你就會之後就會有倒吃甘蔗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一個系統 一個讓客戶由陌生變熟悉 再變成你的忠實顧客的系統 好那我們下次再講到產品面的東西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